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美国的总统日 不过这天最开心的不是拜登总统 而是特朗普前总统 这是他在弹劾案中被判定无罪后 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路上 支持者夹道欢迎 挥舞着特朗普的旗帜 高声欢呼 就像是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 看到周围欢呼的人群 特朗普开心地跟他们互动 据悉 14日情人节当天 弹劾刚刚结束 回到了佛罗里达的特朗普 就跑去打高尔夫了 而梅拉尼亚也只是在推特上 发自己之前作为第一夫人 去探望孩子的照片 丝毫没有提及特朗普 接下来为您播报加拿大新闻 联邦机构 拨款华为 被轰威胁国家安全 一家联邦机构正与华为合作 拨款支持本国大学的前沿计算机 和电子工程研究工作 有批评认为此举威胁到加拿大的国家安全 及经济利益 据《环球邮报》报道 联邦机构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 宪政与加拿大华为合作 出资支持研究工作 而美国和英国的许多顶尖大学 都出于知识产权及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 在这些研究中投入经费时避开华为 联邦保守党党领奥图尔周一通过声明 批评特鲁多政府使用纳税人资金 支持华为的大学研究项目 副总理促反对党加紧通过新冠救济法案 联邦副总理方慧兰周二致信 保守党党魁奥图尔敦促国会 加快通过新冠救济法案 方慧兰在信中指责保守党故意拖延 并称如果你反对法案请投票反对它 这是为了拖延而拖延 让国家付出代价 联邦经济报告预计本财年赤字将达3816亿元 如果公共卫生限制措施继续延长 赤字将达4000亿元 同时政府债务将超过1.2万亿元 加拿大航空收购Air Transat未获欧盟批准 加拿大航空公司已通知Air Transat 它将不会安排更多时间以收购该公司 原定完成此次收购的日期是2月15日 但由于该交易尚未得到欧盟的批准 双方现在都有权随时终止协议 此前加拿大政府2月11日批准了该笔收购 Air Transat表示 它正在与加拿大航空讨论新的交易 然而他们不能保证会达成任何协议 加拿大1月份新房开工量同比激增23.1% 加拿大抵押和住房公司表示 由于蒙特利尔的单户住房开工量达到了自2008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 因此全加拿大1月份住房开工量同比增长了23.1% 国家房屋局说 季节性房屋开工率在1月份上升到282428套 CHMC的报告说 估计乡村地区的开工的同比增长量为15551套 安省居家令今解除 多伦多除外 今天 安省27个公共卫生局正式解除居家令 恢复使用颜色编码分级系统 按照这个颜色编码系统 目前除尼亚加拉地区进入灰色禁区外 其余地区均开始逐步解封 大德伦多地区以外的地方都开始放宽对企业和聚会的限制 德伦多、皮尔区、约克区和北湾区将在2月22日前维持居家令 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 拜登政府或公布移民改革方案将推动非法移民入籍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 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拜登政府与民主党籍国会议员 或于本周晚些时候公布移民改革方案 内容包括让1100万非法移民有机会入籍 扩大难民安置计划 以及在美墨边境采用更多的监控科技设备等 此外 前总统特朗普在任内提出的公共负担移民排除规定 也即将宣告终结 该政策严格限制向领取福利的贫困移民发放绿卡 哈里和梅根夫妇情人节官宣二胎 因王室送上祝福 英国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正准备迎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哈里夫妇的发言人14日证实 39岁的梅根已怀有身孕 哈里夫妇的第一个孩子阿琪已满19个月大 这对夫妻在2020年11月宣布 梅根在去年夏天曾流产 在官宣之后 白金汉宫发表声明称 英女王陛下 爱丁堡公爵 威尔士亲王和整个王室家庭都非常高兴 并祝他们一切顺利 下面是中港台新闻 西安机场三期扩建变考古现场 发现古墓葬3500余座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 是目前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民航工程 对陕西省建设西安国际航空枢纽意义重大 在建设工程范围内 侦探共发现各类古代文化遗迹4600余处 其中包括各式其古墓葬3500余座 牛年春节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空港新城考古研究基地全体成员 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放弃休假 加班开展考古发掘 确保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顺利进行 最后是一条娱乐新闻 网友晒出贾玲妈妈年轻时照片 你好李幻英票房超21亿 有网友晒出贾玲妈妈年轻时的照片 顿时受到网友追捧 高居热搜第一名 网友称自己的妈妈和李幻英年轻时是一个场的 现在还保留着李幻英年轻时候的照片 照片中贾玲妈妈头扎双马尾边发 笑容灿烂 和贾玲一样有一个小酒窝 作为贾玲送给意外过世的妈妈的礼物 你好李幻英 凭借诚挚挚的情感表达 打动了无数观众 截至目前 你好李幻英在豆瓣得分8.2分 是春节党迄今唯一的8分选手 你好李幻英 即高口碑高票房的势头 排片已经超过唐探3 截止今天猫眼实施票房 已经突破21亿 今天的新闻就为您简要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详细的内容 请浏览血验网 观众朋友明天再见